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这个几大主线 事业线也是非常的不错的话 都聚集在这里 并且能够存得住水的话 一生啊 你赚来的钱呢 都能够存起来 这个花销方面呢 是非常的有节制 我们看一个这个啊 这个首相当中的感情线有一点点啊 有一点点乱 有一点点乱 而且呢 这个弯曲无度啊 弯曲无度 出现刀子文 代表婚姻不顺啊 不结婚没事 一结婚呢 夫妻感情啊 也比较难长久啊 结婚线 如果是这个看这里还有一张图呢 他这个把手歪 这个抱去拳头的时候啊 看到三条结婚线长短不一啊 长短不一没关系 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分得清楚次啊 其中有一条特别长 但是呢 你有太多条 就说明啊 在婚姻当中啊 很容易不顺利啊 特别是容易一些这个出轨的现象发生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的特点就分享到这里啊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相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